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只是讓他提早體會了生活的苦 提早讓他學會了基本的生存能力 提蘭小麥 吃梅渣 丹水劈柴也靠他 裡裡外外是一把手 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種什麼樹來 結什麼果 撒什麼種子 開什麼花 大家好 我是張鑫 很高興又有機會跟大家聊聊天 前面這一段台詞其實是一個現代京劇裡面 黑筷子人口的一段話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對於這句話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但是今天我想說一說我對這一句話的看法 為什麼會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呢 其實最主要我不是最近得了新冠肺炎嗎 今天是第五天你看整個氣色都好了 整個過程非常的不舒服 我們也經歷了很多身體上面的狀況 也有一些學習 但整個過程當中最令我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我家的老二高一啊 他真的長大了 在平常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他的穿著看他長下 看他剃頭髮上學的時候還戴個金戒指 其實他就是一個相對叛逆的小孩子 我們小時候還真的對他有那麼一點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受的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父母心都會告訴我們說要好好讀書 要乖乖聽話 然後不要叛逆 要跟著大部隊往前走 這樣子將來做個有出席的人 可是反過來說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聽話 沒有跟著大部隊走 有那麼一點點叛逆沒有好好讀書 將來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個有用的人 父母灌輸給我們的觀念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小孩有點叛逆 那麼心裡多少有點擔心 可這一次啊 我還真的有了那麼一點改觀 叛逆的小孩 欸搞不好他才是將來成功的料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你看很明顯的 以前啊我都覺得這個小孩 我很辛苦啦 然後五點多出門 然後晚上九點才回家 因為他讀私立高中嘛 回到家咱們就弄點東西給他吃 然後吃了就準備進房間休息 要不就準備明天的功課 可是他有的時候不吃啊 回到家 他覺得我們覺得他很累了 他覺得還可以 晚上九點多回家 他還要走路走路走到街上去 走個二三十分鐘三十十分鐘 吃點宵夜或者買個東西 嘿才回家裡面 我想我老婆做的就已經最好吃了 他怎麼不吃家裡面的咧 他老是要跑到外面去吃 結果這一次啊 剛好生病我才知道 他到底想的是什麼 原來啊他就覺得 已經在學校裡面關了一整天了 晚上想要透透氣 他不想要再吃平常吃的那些菜 所以他就走到外頭去 隨便吃點東西 他覺得一方面吃東西 一方面是紓壓 所以他知道周圍好多好吃的東西 什麼店早開什麼店晚開 一般小孩不知道 什麼店九點開什麼店九點半關 什麼店晚上十點之後人才會比較少 這個也真的才只有他知道 所以這一次啊我不是生病嗎 剛好老婆不在家 因為沒啥東西可以吃 我也不敢出去 不想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晚上特別請他回來帶東西給我吃的時候 我看他就是書包一放就乾淨往外跑了 我就問他到底怎麼讓你不休息一下 換個衣服再出去 把你不知道 你的那個藥房啊 大概九點多就要關門了 如果我不趕快出去你就買不到你要的維他命C了 而生病的時候應該要吃什麼東西比較好 那個店啊他就開到九點半 我就要先去藥房買了之後 趕快去買那個東西給你帶回來吃 我想哇塞這小孩咋這麼懂事啊 如果我們平常都把他關在家裡面 他如果回到家都吃我們給他做的宵夜 那這一次豈不就麻煩了 他也不知道該自己怎麼走出去 走出去要走多遠 走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店搞不好關了買不到 一方面他自己心裡會沒有成就感 再一方面 對我也不好你說是吧 所以平常有點叛逆的小孩 有點不尋規道具 或許這也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歷練 當沒有遇到事情的時候我們總覺得他是個小孩子 可是你看遇到事情的時候 其實小孩子比我們想像中要成熟 比我們想像中更有抗壓力 比我們想像中還更有什麼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一次不是我的初戀女朋友 從那個美國回來幫我爸爸慶祝95歲的大壽嗎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我不覺得 因為我媽看他穿的衣服比較少 就一直跟他說很涼多加衣服多加衣服多加衣服 結果他也沒穿也沒加 他本身也是一個相對叛逆的那個女孩子嘛 他就轉過頭跟我講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冷 叫做媽媽覺得你冷 所以我還聽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結果他就笑了笑跟我說 媽媽永遠覺得小孩子穿不夠 永遠希望你多加一件衣服 永遠覺得你會冷 我說喔搞了半天原來是這個樣子 想想我們是不是這樣 是啊我們永遠覺得小孩子長不長不大 我們永遠覺得他在我們眼中就是個小孩子 就像我跟我媽媽跟我爸爸相處一樣 雖然我已經五十多歲我都退休了 可是在他們眼中我永遠是個小孩子 我永遠記得一年多前 我媽媽帶我媽媽去醫院看病嘛 坐在車上的時候就一直看我 我眼睛瞄一下瞄一下 媽你一直看我幹嘛 我媽就突然跟我說 我沒有發現你居然有這麼多白頭髮 你這麼年輕怎麼有這麼多白頭髮 我那個時候才 停在紅綠燈的時候轉過頭跟我媽說 媽你講了什麼話 我哪裡很年輕我已經五十多歲了 而且我不是有這麼多白頭髮 我是黑頭髮很少 我幾乎頭髮都白光了 這個時候我媽才笑 對齁你已經五十多歲了 但是在她眼中我永遠是個小孩子 這一次我那個初戀女友回來 我媽也是印象當中就是當年那個小女孩子嘛 一直覺得她很冷 一直覺得她很冷從半天拿衣服給她穿 所以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你冷 還有一種小孩長不大就是爸爸媽媽父母親覺得你永遠長不大 在我們眼中小孩子就是需要接受保護啊 需要接受我們的安排啊 要照著我們的話路子走啊 要聽我們的話啊 可是這一次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改觀 小孩真的不見得要照著我們的規劃走 不見得要聽我們的話 他比我們想像中要成熟很多 當然很有可能是因為窮人家的小孩長大的家 我們沒有什麼錢嘛 所以小孩子會有更多需要獨立去面對生活困境的機會 他會有更多的機會讓他需要獨立奮鬥 或者是讓他知道生活中的苦 好講到這邊啊 第一個要特別謝謝我的小孩 這是我真的學習到了也跟大家分享 不要老是把小孩子當小孩子 說不定他已經比我們想像中長大了 已經壯大很多只是我們沒感覺而已 我們要是老是壓著按著 那他真的還長不大了咧 但是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這句話 我也有點意見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一個 安慰窮人的假的心靈雞湯 失敗為成功之母 我曾經做過一集節目說 他是個假的心靈雞湯 錢花了還是賺得回來 這我也覺得是個心靈雞湯 現在要講的第三個就是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我也覺得他是個心靈雞湯而已 他就是拿來安慰窮人家的小孩子而已 這句話沒有什麼錯 你看我把兩句話截起來 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富人家的小孩找立業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中 到底有幾個窮人家的小孩能夠成家立業 變成大老闆 在同學裡面 我們自己求學經驗裡面 成績比較好的 最受老師喜歡的 是不是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比較多 那些成績比較差的 將來除了社會還在底層掙扎的 或者是一般老百姓變成一般老百姓 是不是都是窮人家的小孩居多 這是個現實 這也是個事實 窮人家的小孩早當家 只是讓他提早體會了生活的苦 提早讓他學會了基本的生存能力 這個家並不是一個成功人的家 他要當的家或許還是一個窮人的家 只是讓他提早擁有了基本生存能力而已 所以我們常常說富富不過三代 但是窮卻可能千秋萬代 一個人啊 在剛出生一直到25歲之前 其實最大的壓力鍋蓋 或者是他人生最大的阻礙 擋住他人生視野的 就是原生家庭的想法 我們很多家長啊 或者當公務員啊 都喜歡跟小孩講 你這樣沒辦法賺大錢 你將來如果要變成有錢人 一定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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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怎樣怎樣才會變成有錢人 你一定要好好讀書 將來才會變成有錢人 我的小孩曾經給我一次當頭棒喝 我家老大可能他都忘記了 他就跟我說 爸爸你自己都沒有變成有錢人 你為什麼可以教我如何變成有錢人 如果爸爸這些你都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去做 我想那個時候我其實挺火大 我這麼小學會頂嘴 可是我冷靜下來之後想一想 他講的也真是特別有道理 我這些東西從哪裡來的 都是我原生家庭告訴我的嘛 我爸爸是從那個河南來的流亡學生 河南原本就是相處內陸 比較保守 所以我們家的理財官都是非常保守 我媽媽就是家庭主婦啊 但是他們一心希望我們變好 他一直告訴我們要好好讀書 要怎樣怎樣要尋規道舉 將來才會變成有用的人 將來才會變成成功的人 才會變成有錢人 錢應該怎麼存怎麼存怎麼存 才會變成有錢人 你看他就變成了我整個理財觀念 還有我人生觀念的一個 奉承最大依循的原則 但是我小孩跟我講了這一句話之後 我才想 最後我爸爸也從來沒有變成有錢人啊 我媽媽也不是有錢人啊 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 你看他們陣陣有詞 而且就覺得 這是他們一生信奉的原則和信仰 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他也不會為了害小孩子說一些假話 這就是他們相信的真理與事實 所以才會跟我們講嘛 逼著我們往那條路去走 但是他們沒有當過有錢人 他們也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士 但他如何用他自己有限的經驗和視野 告訴我們變成一個有錢的人 我們何嘗不也是這個樣子嘛 我們能夠為小孩子創造的環境 也就是我們認知範圍稍微再高一點點 我們曾經看到 比我們現在好的有錢人 或者是我們的長官 到底他是怎麼長出來 不但也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然後把他帶給自己的小孩子 所以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也就是傳承了父母親這些想法 而父母親在利有未代 或者沒有辦法cover小孩子的時候 他就只好自己獨當一面 依循著原生家庭 給他的想法和觀念 可以站出來 磨取最基本的生存 這就是我們說的窮人家的小孩子找當家 有幾個小孩子 聽了父母的話 然後找當家 他就變成有錢人了 很少 反而是 大家可以看看 幾個窮人翻身白手起家的 你覺得他們是乖乖的小孩嗎 反而是窮人家裡面 那幾個特別叛逆的小孩 要不大好 要不大壞 他懂得去闖 他懂得 掙脫原生家庭給他的束縛 他知道原生家庭給他的這些東西 或許不是他未來人生想要的 他叛逆 他想要改變現況 他不想要 依循著這個千秋萬代的窮人基因遺傳 反而他能夠闖出一片天 哪一個窮人家的小孩 白手起家 他不是有特殊的個性 不是有一個叛逆的精神 不是有個冒險犯難出去闖的精神 他能夠變成現在的大老闆 我就不信 窮人家小孩如果依循著父母的講法 跟我一樣啊 好好存錢 好好讀書 不可以做個壞人 凡事要走正道 所有都要遵從法律 要避免模糊地帶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照著這些 亘古不變的大道理來做事情 一輩子不會走偏路 但也絕對不會大富大貴 但像現實人生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在這裡不講什麼大道理 但人生就是這麼殘酷 我們交給小孩子的都是這些東西 但我們卻又期望他能夠 跳脫出這些東西 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那不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嗎 所以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啊 我覺得 叛逆的小孩子沒有什麼不好 只要擋住那個 他變壞的可能 那他要多叛逆 你就讓他去叛逆吧 人也就年輕這麼一次 叛逆他還有很多容錯的時間 有容錯的機會 反正咱也沒錢對不對 他再怎麼失敗也就是光感一條 他說窮人家的小孩會敗家 我們哪有什麼家產給他敗 只要他不要傷了自己的身體 不要負債 不要讓別人受到了傷害 那他怎麼判你怎麼判你 能闖就盡量鼓勵他去闖吧 這樣子窮人的小孩才能夠 不只當家做主而已喔 還能夠跳脫出我們現有的規範 往上跳一階或者是兩階 現在的社會窮人家的小孩要翻身 是越來越難了 因為階級越來越僵化 有錢人越來越有錢 窮人越來越窮 M型化社會越來越兩極 越來越極端的時候 你想要讓小孩子翻身 一方面就是讀書真的讀的超好無比 再一方面真的就是 靠著自己與生俱來的 那麼一點叛逆和冒險精神 才有可能跳脫出 你現在家庭所處的範疇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窮人家的小孩子 看起來生活都過得不是太好 或者是很難翻身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容錯率的問題 除了父母親能夠給他的視野 能夠給他的提心 能夠給他的幫助不多之外 婦人家小孩 父母就給他一點提點 他原本就是有錢人 原本就是創業起家 他隨便給他指點兩下 都比我們這些父母苦口婆心 講了半天去讀書看影片 去教小孩子還來得有效 比他那是他的親身經歷 還有窮 婦人家的父母能夠給的是什麼 他有錢啊 我們的小孩子如果出去做生意失敗一次 可能這輩子很難翻身 婦人家的小孩不一樣 失敗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從錯誤當中學習 他沒有那麼大的心理壓力 沒有一定要成功的壓力存在 有的時候他更能夠怎麼樣 揮灑自如去想比較遠的事情 但他知道他背後有一個 父爸爸當他後盾的時候 他更能夠放手一搏 他有容錯的機會 他失敗三次成功一次 他人生就是成功的 可是窮人家的小孩失敗那麼一次 就沒機會了 當然這個事情有議題的兩面 我曾經看過一個文章是 這麼寫的就是賭博 小孩要不要賭 你這個做生意的機會啊 成功的機率是三倍 就是成功了你可以賺到三倍的錢 但是失敗的機會也是百分之三十 一個富人家的小孩他有一百塊 一個窮人家的小孩有十塊錢 結果窮人家的小孩 因為他太想要變成有錢人 所以他就賭下去了 他就去做了這個生意 其實這就是個小遊戲 他把十塊放下去之後 看看會不會變成三十塊 結果沒想到他選錯了牌子 結果他這個十塊錢就輸掉了 他手上變成多少錢 零 而富人家的小孩子呢 他選了第一個 放了十塊錢進去 他手上有一百塊嗎 放了十塊錢進去 哎呀 結果沒中 所以他手上變成九十塊 還有另外兩條兩個牌子 又放了第二個十塊錢進去 結果發現第二次選擇就中了 三十塊 所以他投了二十塊錢進去 賺了三十塊回來 他的資產變成一百一十塊 即使他第二次沒中 兩二十塊都損失了 第三次那個牌子他又壓十塊錢進去 這鐵重了吧 反正三十 百分之三十 三十嘛 他有容錯的機會 第三次他把三十塊賺回來 他也不賺不賠 那他心裡就沒有太多的擔心 他沒有太多的壓力 他能夠在正常的思路狀況之下 去做出對他最有利的判斷 就算是賭吧 百分之百靠運氣吧 他利於不敗之地呀 他三個都壓力於不敗之地呀 窮人家的小孩呢 壓中了 嘿有機會翻身 但是他在一次又一次翻被壓的過程當中 一次又一次做不同生意的過程當中 只要一次失敗就垮了 很多時候在這種壓力狀況之下 會讓你做出錯誤的決定 因為你沒有辦法客觀的思考 你說是吧 所以 窮人家的小孩找當家 別把他當句真正的話來安慰 小孩子或者是當做 來跟小孩子講 沒這回事 我跟各位報告 這句話就是拿來安慰窮人家的小孩子的 或者是鼓勵那些 擁有基本生存技能的小孩 告訴你 哎不錯 你在這個社會上可以活下去了 你可以當家立業啦 你可以怎麼樣 hold一個家庭了 但是別忘了 他能夠當家立業 能夠hold的家庭 永遠還是在社會的底層而已 如果希望他翻身向上 記得叛逆一點 突破一點 或許才是這個小孩子未來成功的機會 我最後一句話說回來 很多窮人家的父母 其實對小孩子的保護啊 比富人家還要什麼積極 雖然我沒錢 但是我把所有的錢都放在小孩子身上 我不要讓他受我小時候受過的苦 這樣子的窮人家小孩長大之後 其實失敗和接受挫折的能力 失敗的機會更大 接受挫折的能力會更低 好嘞 當然我今天講的不見得都能夠代表百分之百的人生 只是把我自己心裡的想法跟大家做分享 再來還是要謝謝我家的老二 真的長大了 接下來我可以很多事情 更放手交給我的兩個小孩子了 不要把小孩子永遠當成小孩子 或許他們早已經長成我們不認識的巨人 掌心漫談天天都有實驗室 咱們下回見 拜拜 拜拜